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是我非常喜欢法国工程师教育的培养模式 它不仅仅有一个比较广的知识面的学习 还有包括可以有一些实习实践的机会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锻炼 第二我就希望可以通过法国工程师学校学习的机会 好好地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是法语 法国工程师教育体制本身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法国工程师的内涵不仅仅是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 它将给予你更加广阔的知识和更加全面能力的培养 所以如果在法国工程师学校就读 你将收获一段与在国内和在其他欧美国家读研究生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我最喜欢巴黎高科的一点是它带来的丰富的教育实习的资源 还有广阔的校友资源 然后让我在法国还有包括回到中国 都有更多可以探索和尝试的机会 可以说就是巴黎高科带给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我觉得成功的秘诀就是带着一颗热情开放包容的心 然后好好学法语 我个人非常喜欢和怀念在法国工程师学校学习和生活的那段时光 尽管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赶上了疫情 但是在那段时间法国是欧洲所有国家之中 我觉得采取措施最严格的一个国家 作为留学生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那么在法国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去周边的国家游玩 然后也可以在法国本土上去感受法国的文化和美食 整体的经历是非常棒的 然后即使在现在疫情的影响下 我觉得生活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 你还可以尽情地去享受生活 然后去好好学习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学习经历和教育体验 所以总体来说感觉是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